2013五陽高架全線通車以後呢 那對於桃園啊 中立等等這些房市 其實也帶來蠻大的影響 那現在呢 又要延伸到頭份的話 其實最主要是解決到新竹的塞車部分 可是呢 不只新竹受賄 在中立的部分 楊梅這個出口 在孝潛路這一帶 是最直接的受賄者 楊梅呢 這個地區最大的優勢 就是它的一字頭房價 是它最大的優勢 那我們說 五陽高架這一段 在孝潛路出口 其實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 永福沖化區這一塊 那早期呢 大概在十年前吧 第一批的透天別墅呢 當時的房價大概在500萬左右 經過了十年後 現在的房價來到了800萬到900萬之間 目前大樓呢 每坪價格大概都要在17萬期以上 那到底是哪些人來這裡購買呢 就是有一些北客的 他們也會覺得是說 我與其要通勤到新竹 那我不如選擇一個中繼站 來到了楊梅這裡購買 而且它的房價也是很便宜的 它與其在台北買一間 它也許來楊梅 它可以買到兩間 一間自住 一間出租 這都是一個很好的規劃 它也吸引了不少說 來自於桃園中立的民眾過來購屋 那他們會轉向選擇楊梅呢 多半他們會看一些集中在 金山街啦 古新一帶啊 甚至於還有就是楊梅站 車站附近的一些興建案 那這些興建案呢 平均開價都在15萬以上 那有一些特殊案子可能開價還來到了二字頭 目前中立地區呢 最熱門的商圈 大概就是屬於海華收購商圈這一帶 還有立中文教區這一塊 那立中文教區呢 它主要是有中立高中 立商 還有光明公園 以及最著名的中立夜市 它這裡生活機能是相當完善的 那平均房價在20出頭 未來中立地區 還多增設一個中風交流道 中風交流道主要的位置 是在基捷A21站環北站這個地方 A21環北站呢 主要是臨近收購商圈 還有立中文教區這兩個區塊的部分 那將來呢 它在周邊還會有重畫區 A21站最大的優勢呢 它其實就是因為它臨近了這兩個生活圈 它少了重畫需要等待的一些時間 然後在當它未來有中風路交流道開設後 它可以直接北上道 閘道口 這其實是相當便利於北客的 楊美的房市基本上都是以楊美在地客為主 雖然它有工業區 可是它的工業區可能薪資收入沒有那麼高 沒有其他這個桃園傳統工業區收入那麼高 所以民眾的購買力相對有限一點 再加上說 楊美過去以來它的建設題材是比較少的 但是在五陽高價開通之後呢 它其實可以大幅的拉近這個跟北台灣 其他主要都會區的一個距離 對這個楊美的房地產來講 是確實是有幫助的 那在楊美的上一波的這個新建案 新城屋漁屋賣壓消化之後 它的價格也明顯的回彈 那區外客的比重也有緩步的上升 確實楊美的房市跟五比高價之間 確實有一段緊密的關係 本來的那個就請問一下 明天的 islands 人登場 人等平台 人登場 人登場 人們登場 人登場 人登場 人登場